专栏十三五 海南与你共成长今天聚焦 十三五期间 海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为海南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以及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度 海南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为97.5% PM2.5年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 创下PM2.5由监测记录以来 历史最好水平 好成绩得与海南以问题为导向 制定出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100条具体措施 并逐向落实 在原貌完成 海南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同时 加码省内任务达11205条 刀刃向内不回避 结合我们省的特点 增加了边廊出加工 橡胶出加工 边海经营单位 珠海 白湖口 等等这些省级的任务 水环境方面 全省64条城的内河湖污染水体全部开工制力 海口美社河 亚伟西等水体制力工程 荣登全国城市水体制力光荣榜 海口三亚 入选全国城市黑处水体制力示范城市 还市民游客一片绿色生态空间 我们就重塑了我们这个亚伟西实地公园 是教我们的治水成果与民共享 十三五期间 海南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取消12个市线GDP 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考核 竞速 清洁能源汽车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等生态文明试验区标志性工程 取得积极进展 推进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转入清单改革 明确各类用地指标强化底线约束 我们部署了都归合以改革 我们在全国率先划定了 陆域和海域的生态保护红线 建立了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海南还将全省3526条河流 和1100联务座水库等 全部水体纳入合掌制 湖掌制管理 建立省 市 县 乡 村 五级合掌 湖掌体系 通过海南合掌APP 微信公众号 将生态监管落细落实 着力打造 合唱 水清 暗绿 景美生态样板 通过水路流失的治理 实现清水下山 能够浸水入合入库 能够保护我们的水质 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继续满调节目的掌制 永远今天边打造过海阿灌